歡迎來奧迪展區賞車喔 也可以來賞我喔 嗨大家好我是王猴 我現在人在台北的世夢一館這裡 那我為什麼會來到這邊咧 好了沒有錯啦 今天就是2019台北新車大展 我簡單唸一下簡單資訊 當你看到這支影片時 2019台北新車大展還有三天 早上10點開放進場 結束是下午6點 我怕大家今天要補班來不及看 只好先逛逛給大家乒乓一下 GOGO 很假 走進展場右手邊第一家就是SUBARU 全部車款都在裡面啊 主秀當然是最新上市的森林人Forester 優惠方案有100萬分級 零利率還有現金優惠 2萬5 再來是Mitsubishi 前幾天才剛發表的Outlander 裝上完整配件呈現在大家眼前囉 接著可以去納枝捷的展區晃晃 這次主打的是最近剛登場的新年式U5 另外就是M7了 M7 Turbo Eco Hyper 19年式雅致八人座 展開預售接單活動了 限時限量優惠價89.9萬元起 再來看看Infinity 放在開頭的車輛 當然是擁有全世界 手動量產可變壓縮比引擎的QX50 家族全員當然也是全都到齊了 隔壁棚當然是Nissan 絕對主力一定就是這輛 給世界一腳 KICKS 來 我們往下個地點前進 來到的是Juggled Land Rover的地盤 純潔白鏡的車身 帶給我一種優雅的感覺 身旁的熱鬧氣氛 讓我有種聖誕佳節的氛圍 幻想著英倫國度 是否已經白雪矮矮了呢 英國去完那就去去他的鄰居法國好了 這兩個牌子當然就是Pajol 和Setrunk 說實話我真的蠻喜歡這兩個牌子的設計喔 然後Setrunk的MPV車款 Blingo也展開預售囉 那個價錢是從 我看一下喔 98.8萬元起 還沒上市 所以現場沒有車啦 再往下走來到的是Porsche的展區 各式各樣的跑車都在現場 而且這輛預售價317萬元起的神秘車款 是開放賞車的喔 福特展區是以野馬打頭陣 一身鮮紅就是要挑起滿腔的熱血 再來Ranger旅行家Export Focus 壓軸式剛發表的新年式KUGA 歡迎來到VOVO的展區 走過了一半的品牌 讓我喘口氣休息一下喔 我把廠子交給國際富豪銷售處處長吳廷洋 順便看看超優質的美女吧 S90的T8它的售價是357萬 T6Inclusion的部分 299萬佔的價格 我們針對S90T4 我們推出了一個車展的領域價199萬 Honda是這次唯一有展出四輪與二輪的展區 四輪家族算是全員到齊 超跑NSX也在現場 二輪就顯得有點… 嗯… 適當利寶喔 不過現場就他們有二輪 只能教他們第一名啦 從買歐洲車到聰明的就懂 魚斗堅舞 這家捷克車廠 總是能創造話題 車子本身也有許多喬思喔 來走一趟絕對不會錯 歡迎來到奧迪展區 雖然R8已經問世許久 但那挑逗血液中心挽直的設計 依舊令人百看不厭啊 當然啦 其他的車款也都有在現場喔 這次的賓士與Smart展區 車款可說是五花八門 由當家的GTR與G-Class帶領 雄啾啾氣昂昂 就像是被邀請來的藝人王子啊 取得粉絲慕名而來 現場就像是小型的近距離見面會 福斯商旅當然也是大軍鴨鎮 主秀場則是交給California Coast 如果我有錢 我們絕對是買一輛的啦 想要尋找大空間的車輛 來這邊就沒錯 福斯則是推出了許多特式版本的車輛 像是有著濃濃越野風格的 Tiquan Off-Road 或是充滿黑色元素的 Tiquan與Golf R Bike Style 絕對會有不同的感受啊 我個人是覺得 Tiquan Off-Road 很遠的啦 而且在車展期間都有優惠喔 Suzuki做小車的工藝真的很強啊 中舞台上呢就是聽說賣到翻掉的Suit Sport 絕對是輛讚不絕口的好車 只不過我還在期待 Gimini的到來就是了 最後壓軸的是 B&W與Mini B&W最近才剛發表了全新的X5 整體的豪華程度又更上層樓 如果喜歡來點性能味 後面還放著一輛M5 Competition 至於Mini展區 布局的還是帶了點英倫味 更襯托出這些富有特色的小車啦 好啦 那就這樣囉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按讚留言分享 網紅去哪裡下次見喔 掰掰 請就擁有全世界